如果你哪天在餐厅吃饭,突然从菜里夹出根头发,你会立马找老板去理论吗? 明太祖朱元璋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那他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? 如果感兴趣就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,谢谢! 这个故事来自于一段流传数百年之久的民间传说,说这个朱元璋在登上地位建立大明之后, 一次同马皇后一起享用御膳的时候,突然从菜里吃出了一根细小的发丝。 咱们都知道,老朱是从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,一路艰苦地走过来的, 才最终坐上了这天子之位,被人们戏称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乞丐皇帝, 因此放在以往,能吃到一顿饱饭对他而言都实属难得, 就别提从饭菜里吃到头发这样的小事了。 可如今朱元璋为何揪其不放呢? 因为今时不同往日,彼时的朱元璋已经成为了江山之主, 作为大明天子的他身处万人之上,急需为自己树立威信。 令群臣百姓对他后怕有信服, 这也是朱元璋执政之后为何一直以赴极为残暴的形象世人的原因呢? 因此从御膳里吃出头发这种事, 如果不严惩御厨,而是大而化小,小而化了,轻易处置, 不是告诉别人这个倒霉皇帝很好糊弄吗? 身为开国之郡的威严何在? 所以,吃出头发之后,老朱立马便一副怒想, 当起就召来这厨子欲嫌问话。 厨子在擅访一听皇帝要召见自己,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,顿时打了好几个寒战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朱元璋是什么样的人呢? 其残暴不仁,誓杀诚信的正风赫赫有名, 在位三十一年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 就足足处死了贪官屋里整整十万人之多, 并发明了各种层出不穷的苦行, 什么剥皮抽肠,颤头刷洗,贴甲关等等, 其中随便一种心法都令这厨子惊出一身冷汗了呀。 朱元璋为了维持帝王的威严, 决定严惩做菜掉头发的御厨, 但是御厨仅凭一句话就逃过了意思,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? 只见御厨奉命来到殿前, 扶贵余地, 争作大典鸦雀无声, 甚至连根针吊在地上的声响都清晰可闻。 朱元璋坐在席上是怒发冲冠啊, 一旁的一众太监宫女大气都不敢出, 马皇后端坐一旁, 面容倒是相对温和, 整个场景令着御厨倒吸一口凉气, 心中发毛。 随后老朱抱贺一声愣言道, 今日你坐的御扇里这根头发从何而来呀? 出自一听心想不好啊, 这自个儿即便再不小心, 也不可能在皇帝的御扇里犯这种低级错误, 于是心中一慌, 便对朱元璋脱口而出。 皇上明见的, 这可不是我的头发呀。 朱元璋一听更怒了, 你犯了错第一时间不想着承认错误, 反倒还为自己开拓, 简直是荒唐, 便立马反问他, 你怎的这么肯定不是你的头发呀? 如此推脱罪名之法, 可是其君之罪呀。 厨子文言立马连连磕头, 又顺势将头上的帽子给摘了下来, 众人一看纷纷面面相取, 老朱也着实尴尬了, 原来这厨子竟然是一根毛都眉的秃子, 这搞笑的场面顿时令朱元璋哑口无言, 因为事实证明这头发确实不可能是厨子本人的呀, 而且还有可能是自个儿吃饭时掉进碗里的。 可这时候如果收回对厨子惩戒的打算, 于面子上朱元璋又下不了台, 毕竟古代是封建帝王制的社会, 天子乃真龙将士, 不容有丝毫错误, 如果这时候朱元璋示弱, 放着玉厨一马, 不就代表他承认自己失误了吗? 玉厨当然也看出了当下两难的形势, 于是经过一番斟酌之后, 他灵气一动, 对朱元璋扶手说, 皇上有所不知啊, 这盘中的细丝根本就不是头发, 朱元璋一听觉得好笑, 便继续问他, 不是头发还能是什么呀? 只听玉厨一边对老朱叩手溃败, 一边面向店内高呼, 皇上你这菜里吃住的可是龙须啊, 好家伙, 短短一句话, 鸡尾自个儿摆脱了罪名, 又给了皇帝自个儿一个台阶下, 还正好拍了朱元璋的马屁, 说他掉下的头发是龙须, 那不就是声称老朱乃真龙天子吗? 这对乞丐出身的朱元璋而言, 可是极大的赞誉, 一番话说的老朱心里那是喜滋滋, 再加上朱元璋深爱的马皇后, 一直在一旁附和着打圆场, 最终老朱便当场原谅了这位极会说话的御厨, 传说朱元璋吃饭发现有根头发, 却被厨师厨子脱帽露光头逃过一死, 那这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呀? 答案很有意思, 一半是真一半为假, 经过咱们多方翻阅各种古籍资料, 最终发现了这个传说, 最开始是出自明代文学家朱允明所著的一本野史典籍, 叫做《钱文记》, 而这位朱允明还有个更为人质的身份, 那便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, 明朝著名书法家朱之山, 而这本书里所记的有关朱元璋, 吃饭吃猪头发的故事, 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样精彩, 说着朱元璋吃猪发丝之后, 找来问话的人并不是做菜的御厨, 而是专为皇帝定制菜单的私善官, 当然期间也没有发生, 御厨脱帽自证清白的搞笑一幕, 而是这私善官被问话之后, 直接就说出了龙须眼, 使老朱是开心不已, 最终决定不再追究, 而有关御厨脱帽等引人发酵的精彩情节, 实乃是之后民间口口相传, 经过无数次杜钻的结果, 而且依照史实来说, 如果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御厨脱帽一事, 指不定他早就小命不往, 因为朱元璋是个十分多疑的人,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, 他加入起玉金, 步入正轨, 最终飞黄腾达之前, 还经历过一段父母双亡, 流离失所, 以祈祷为生的岁月, 后来甚至因为实在活不下去, 选择出嫁当了和尚, 以化缘为生, 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, 亦是成为帝王之后, 旁人不能揭开的伤疤, 以朱元璋多疑的性格, 保不准会因为看见厨子光头, 以为这御厨是在故意讽刺于他, 而直接将其处死,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, 那是因为朱元璋早就做过同样的事情, 在一次宫中宴银里, 老朱不小心跌了一跤, 众大臣却没有一人敢去搀扶, 都装作一副丝毫没见皇帝出丑的模样, 那是因为大家了解朱元璋脸皮薄又多疑, 谁承想大将军赵雍是个实在人, 连忙上前扶起老钟, 却叫本来以为没人看见, 可以轻松化解尴尬的朱元璋, 瞬间仗红了脸, 觉得赵雍这一副是在故意让他出囚, 于是不日便处死了赵雍, 由此可见, 如果真有处子脱帽漏光头这一说, 可能他早就因为戳了朱元璋的痛楚, 而被残忍的处死了, 所以, 何不把这精彩的故事, 当做一个美丽的传说, 一笑了之呢? 感谢观看